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动作战,只说电影的唐司令,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科幻冒险片太空旅客 故事的开始,在茫茫的太空之中,预搜巨大飞船在陨石群中飞行,但能量罩是不足以承受陨石的巨大冲击力的,飞船发生了故障 就在这个时候受到影响了还有旅客的休眠舱,一个休眠舱受损自动开启,我们的男主角吉姆闪亮登场,从沉睡中醒来 然而巨大的飞船只有吉姆一个人,原来这艘飞船是飞往新的星球 船上5000多人在休眠舱休眠,预计120年后将要到达新的家园时候才能够醒来 但吉姆是因为飞船,遇上了陨石群,提前了90年,很悲催 吉姆发出求救的信息到地球,但能够接受地球信息也已经是70多年后了 感到绝望的吉姆是想要修好休眠舱,我还要睡一觉了,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还差点被困在里面,吉姆呢,想要进入船员区求救 但没有权限呀,无论如何咱们逛逛逛门是没有任何的动静 当吉姆在酒吧看到一个人时,绝望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但他呢,不过是一个智能的机器人 想到要在这飞船中孤独的老去,吉姆是自暴自弃了 不过呢,唐司令要说,就算一个人也不能裸着走来走去吧 我说,不过像这样,天天早餐,午餐,晚餐,包括夜宵都在吃小麦和咖啡 外加喝酒度日子,确实是让人味觉失掉,身心比白 哎呀,某一天呢,吉姆是看到了这个宇航服 便穿上宇航服到太空漫游,哎,没有什么意思嘛 美丽的太空让人心情平静,但却让人更加绝望 回到飞船内的吉姆脱下宇航服之后,竟然冲向太空舱门 没有宇航服的保护人在太空,只有死路一条 很明显,浑恒噩噩的飞船上度过了一年多的吉姆想要自杀 但最终呢,没有自杀的勇气 就在那个时候,吉姆看到了眼前的休眠舱 吉姆对躺在里面的美女是一见正确 一面是,哎哎哎,一面呢是良心的谴责 一面是私欲的渴望 每天只是对机器人说话,没有人理解他绝望的情况 吉姆几乎就要逼出精神病了 然而吉姆还是选择弄坏美女的休眠舱 休眠舱呢,因为受损呢,是自动打开 吉姆落荒而逃 藏好作案空居后呢,吉姆是整理心情来找美女 跟吉姆一样,美女的自己提前醒来也是难以接受 吉姆趁虚而入,两人一起聊天,跳舞,打篮球 这这那这那的 吉姆还带着美女去太空漫游 所谓日久生情,在暧昧的日子里两人擦出火花 然而两人不知道的是危险,逼近他们 飞船内部受损日益严重 但吉姆两人还在自娱自乐 就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呃,某天呢,吉姆两人来到酒吧跟机器人聊天 吉姆先行离开,准备戒指想要求婚 但不懂人类感情的机器人呢,无意说出了真相 当初是吉姆故意唤醒她的 知道真相的美女,半夜袭击吉姆 差点吓成傻子吉姆 两人从此相看不相识一般 美女一直躲着吉姆 吉姆为了讨好美女,在飞船的休息区种了一棵树 但飞船内部损坏程度又上升了 电梯损坏,吉姆被困在里面 早餐机损坏,喷出大量的食物 就在那个时候,两个人听到有第三个人的声音 原来是船长想来了 哦啊,好巧哦 船长进入这个控制室检查 发现飞船损坏得非常严重了 船长受到了这个休眠舱的影响 口中吐血 半夜呢,船中力突然丢失 美女差点被淹死在水里 飞船内的很多系统连续出错 更加不幸的是 船长突然晕倒 被查出是器官坏死 即将死亡 船长呢,只能将全线电子器给吉姆 飞船的红色警报器响起 飞船将要爆炸 两个人合力寻找出飞船出问题的地方 才发现主机区的机身 因为曾经的陨石撞击出现漏洞 导致控制系统出了问题 吉姆消耗控制系统 但反应炉排气失败 需要手动排气 否则反应炉爆炸将会影响整个飞船 为了整船人的生命的安全 吉姆穿上宇航服来到反应炉的闸门前 但发现一松手,门就会关闭 吉姆呢,只能是一直按住闸门的开关 当热气滚来的时候 吉姆被轰飞了出去 宇航服受损,绳索断立 美女立刻去救吉姆 然而吉姆已经是全身结兵 被判死亡 美女呢,只好拿出船长的这个全线电子器 让医疗机器人使用紧急救助 按照好莱坞的梗呢 结局当然是美好的 吉姆被成功的救活 两个人成归于好 在飞船上度过了一生 当飞船呢,准备到达新家园 是船上的所有人被唤醒 来到了这个飞船的休息区 那里呢,已经成为了一个植物园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多数人呢,都层战电影的视觉效果 那是棒棒的 对于剧情呢,却是褒贬不一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 对于千百年后 人口的暴涨,环境的恶化 人类要移民到新的星球 现在的我们能为人类 久留在地球 可以做些什么 想看更多电影呢 请关注唐四领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